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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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少明溜です 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新船 这个乔治吉的四号舰和奥 乔治吉其实有很多船 前面有大哥二哥还有这个乔武 那这边就是还有一个乔治吉的和奥 基本上他们的面板属性啊 所有一切其实都很相似 那只是他们就是差在技能的不同 那具体上有哪些不同 我们直接看一下技能 我今天和奥他是有一个特殊弹幕 每15秒百分之百触发这个弹幕 但是这个弹幕呢他不会去锁定人型 他是随机锁定 他可以锁定人型也可以锁定这个 一般的量残船 他是随机触发的 可是他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发射这个主炮 那这个主炮的伤害呢 是156乘以4发 而且他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他是榴弹属性 一般榴弹大概是10的这个飞行速度 射甲弹是12 这个弹幕很特殊 榴弹却可以飞14 这个弹数非常的快 所以表示他的命中率 比起一般的榴弹更上一层楼 而且他的LA范围也比较大 即便他是随机命中 他造成的这个范围伤害 其实也是蛮可观的 总而言之他的命中率就是不错啦 伤害也是不错的 而且是百分之百触发 又是跨射 不怕被盾挡到 这个特殊弹幕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也不吃旗舰 他在榴弹剑一样可以触发这个技能 所以这种不吃了的剑 命中率又很好 有百分之百触发的这个榴弹弹幕 在整体的战剑的弹幕里面 其实算是不错 相当优秀的 而且这个榴弹 是可以触发这个点燃效果的 解放他在射出炮上面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再也不用去选择 什么大地炮 胡德炮 来触发这个弹幕 他可以从这边解放 他可以去使用我们的MK6 或是科研人测甲弹 这些秒数比较长的武器 刚刚是讲是一般道中使用的情况 那如果是打演习呢 演习场也是一样 他是随机挑人打的 所以他可以打前排 那他也可以去打后排 那打前排可以快速蒸发前排的一个效益 那打后排可以帮助后排去做点燃的效果 所以两边都可以用 不过真正拿去打演习的价值 其实应该不高 所以基本上演习场后排的选择 就那几台 如果要选这台的话 还不如使用艳战的神射手 神射手第一轮可以有效打出大量的一个增伤 对后排威胁度非常非常高 那这一台如果说硬要拿去打演习的话 可能大概就中上的水准 没有到非常carry的情况 那另外一点 这个弹幕触发之后呢 对我方的战舰 巡洋战舰 航空 他会增加我们的命中 还有装填值 那他自己会吃 那后面其他的战舰也都会吃 所以可以有效增加这个我们后排的装填 还有我们的命中 装填当然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整个活力的dps 那命动率当然越后面的地图 越高等级的体能 越需要去命中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非常好用 可以轻敌人 可以点蓝 还可以辅助 一个技能就完成了很多很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艘船的技能非常非常的强 好看完弹幕技能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第二个技能 第二个技能呢 就是自讲话 战斗开始自身的火力装填加12% 另外如果跟这个乔治吉的战舰 还有或者是跟君主 或者是同属舰队里面有三支皇家舰队 就是包含自己有三艘皇家成员的话 自身火力对空还会再加12% 所以这很可怕欸 如果你组队组好的话 战斗开始他自身火力就会加了24% 自身火力加24% 这战舰而言非常非常的可怕 装填啊 还有前面这个弹幕也会增加装填 然后对空也会增加 前面还有弹幕会增加命中 所以整体这些buff加加起来 对于这艘船的buff相当相当的高 如果你还会加加个QE 这个拳皇家的核心buff的话 那这艘船的天花板越来越高了 如果你现在还不清楚哪些是乔治吉战舰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舰队科技里面去看 点选皇家战舰 然后就可以看到 乔治吉有哪四艘 再来上面就是君主 只要跟这些人组队的话 就有办法可以获得这个增益的buff 好最后来讲讲他的装备推荐 首先装备我就是推荐这个MK6 这种20秒的炮 因为现在没有练满啦 我还没有练满 所以这个秒数有点差距 一般来说他大概就是20秒左右的炮 那如果这个MK6不能选的话 你可以选用其他像是这个科研的测甲弹 看我们要打的角色是谁 打轻甲用这个榴弹 那如果打中重甲用这个测甲弹 会比较好 再来另外一个对空不用选 就是STH加命中 然后白弹 再来就是金火控 因为这个科研三起开放之后呢 金火控已经可以制造很多了 所以未来金火控的出现已经可以量产 而且这个20几秒的炮呢 配合金火控会有更多的一个输出空间 所以以后不用再需要什么射速炮去发弹幕 这种秒数到一定发弹幕的炮 配合这种20秒主炮的DPS加金火控 这样的效益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调数空间也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的弹幕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打火剂 他可以不断的15秒不断不断的蓄火 所以他不存在需要那种大地炮或是 紫色4E0去增加这个点燃的空间 不用 他弹幕就会帮你点燃 剩下的你只要把DPS做好就可以了 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可能的搭配情况 那15秒的弹幕何要发射出去呢 增加后排的装填命中 所以第一优先发炮顺位呢 我们选用约克 直接对全体的增伤 再来第二顺位呢 就选用君主 期望他的弹幕可以直接打出去 而且获得减速 那第三顺位就是我们合奥 直接打出这个最高DPS主炮 这样就可以完整的提升后排的一个效益 那前排也可以选用降回避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你要降中中甲的角色 用确解可以确实降低中中甲的一个回避率 那如果是要打驱逐 或是要打一些轻甲 用欧罗拉也可以确实降低他们的回避 那第三个你也可以放上海麻 或是其他皇家的成员 因为这边皇家成员组合在一起的话 对于荷奥的提升是有所帮助的 好啦以上是今天对于这艘新船合好的一个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你了解这艘船 这艘船其实还不错 神体而言我觉得平衡度很高 而且辅助性也很好 这个活动其实蛮推荐去入手这艘船的 对往后这种战舰的配置啊 调配啊其实会有蛮多的一个组合性 好啦如果有问题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超美妞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